女人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 手和脚都被死死的捆住 无法动弹 嘴上还绑着不逃 想叫也叫不出声 她哭求男人放过自己 但是落入虎口的羔羊 尤其会轻易的让她离开 惊吓过头的女人就这么晕了过去 在此醒来女人被关进了铁笼内 不远处还有三个啃着骨头的女孩 正无情的注视着女人的挣扎 而她失踪的同事小梦也在其中 此时的女人绝望而又无助 晚上小梦趁着其他人熟睡 偷偷地劝说她放弃逃跑的想法 她已经是男人打着找对象的谎子 拐回来的第六个女人 之前不听话试图逃跑的女人 都被男人无情地抓了回来 即使女人再怎么求饶 男人依旧直接用锤子残忍将她杀害 男人如此狠辣的手段 一步步摧毁了他们的意志 让他们丝毫无法生出反抗的心思 这天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礼目 再次出门物色猎物 这次盯上的是一个刚下了夜班的女孩 女孩刚上车 她就装作不经意地询问女孩 你们失踪的女孩找着了吗 李牧的话让女孩瞬间警惕起来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 这件事除了警察和知情人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看到女孩神情紧张 李牧赶忙解释 说是自己所里朋友告诉她的 这也让女孩放下了心 可刚到家里李牧就拿出一捆绳子 说是想要玩些花样 李牧猥琐的眼神 让小青瞬间心生警惕 他只能找借口说想要先洗个澡 便躲进了卫生间 颤抖着手锁上房门 慌慌张张地给哥哥打句电话 并打开水用来掩盖声音 小青告诉哥哥 他看到了同事失踪时 绑走他的男人了 赶忙告诉哥哥地址后 他便用水打湿头发 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卫生间 可却没有看到男人的身影 正打算逃走时却被打晕 醒来的小青被男人结结实实地绑住 面前的电话不停地响着 面对近在咫尺的求救机会 他只无能为力地乌业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不喜欢看 小编就帮大家省略掉了 等到再次醒来 他已经身处一间铁笼内 而不远处三个身材曼妙 打败妖娆的女人 正今仅有味地啃着骨头 半年前失踪的同事小梦也赫然在练 但对于小青的呼救 小梦却视耳不见 甚至偷偷地劝说小梦放弃逃跑的想法 因为一旦被发现 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 就这样小青被整整饿了三天 直到李牧再次出现 他将小青送了榜康回房间 不仅帮他擦干净了脸 还给他准备了丰盛的美食 被饿了三天的小青便惯了不少 他狼吞虎咽地扒了这碗里的饭菜 小青本以为李牧使良心发现 李牧却不急不缓地说出了 小青父亲和女儿的全部信息 直到这时小青才明白 李牧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敲打他 一旦他敢逃跑 那他的女儿和父亲也别想活着 李牧的话直接让小青崩溃 小青浑身颤抖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但即便是李牧这样的威胁 也没有让小青失去逃出去的念头 只要李牧不在 他就会拼命地大声呼救 可他就算是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听到 因为此时他们正身处地下五米深的地窖 到了晚上女人们工作的时间到了 他们换上漂亮的衣服 划上精美的妆容 跟着李牧出门 这让小青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或许就是他逃出去的唯一机会 于是他开始讨好李牧假装被驯服 只为换去外出的机会 被迷惑的李牧以为小青已经被驯化 于是决定带他出去接第一单生意 同时小蒙帮小青画上精致的妆容 换上漂亮的衣服上了李牧的车 就在他考虑着应该怎么逃跑时 李牧却递给他一个窃听器 小青一脸震惊地看着李牧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机会逃跑了 下车时李牧特意强调了女儿和父亲 李牧的监听让小青丝毫没有逃脱的机会 小青跟客户谈完生意 魂不守舍地从酒店出来 将赚来的钱都老实地交给了李牧 看到小青这么老实 李牧决定奖励他一下 带着他看望患有痴呆的父亲 看着轮椅上的父亲 手里还捏着未吃完的面包 在桌上布满灰尘 小青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 师生叫了一声罢 这下子可把李牧给激怒了 他死死掐住小青的脖子 露出凶狠的表情 小青连忙解释说自己父亲听不见 李牧这才放了他 他将埋好的食物放进冰箱后 李牧便控制着小青离开了 路上小青看到一群人迎面走来 小青明白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可他刚想喊救命 就被李牧死死地捂住口鼻 挣扎小青也引来了几人的怀疑 但李牧却以夫妻吵架 唯由堂塞获取 小青的举动彻底激怒了李牧 回去的路上李牧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将车开到了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他气愤地把小青一把扔到废墟 拿着锤子狠狠地抵住小青的脸 杨杨要敲碎小青的下巴 小青吓得不断求饶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看到自己的威慑有了效果 他拿出手机扔在了小青面前 上面正是女儿甜甜开心玩耍的身影 这下他彻底放弃了 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再让李牧不满 这个男人一定会感激杀绝 为了让李牧相信自己真的服从了 他走进混乱的彩虹灯里 放肆着舞动 现在的他们似乎都是 没有生气的提现木偶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 否则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他连生存的勇气都没有了 就这样四个女孩毫无尊严地活着 彻底地沦为李牧赚钱的工具 本以为他这辈子只能这样了 直到这天小青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男人喜欢看他换各种不同的衣服 梳起高高的马尾 晚事后还多给了他几百的小费 男人甚至还跟他诉说起自己的生活 小青觉得男人或许是个好人 于是决定冒险求助 他示意客人不要出声 随即在纸上写上了求救信息 客人却完全没有当回事 只以为是什么新型的诈骗手段 不耐烦地呵斥让他赶紧滚 突如其来的变故 引起了李牧的警觉 他赶忙冲到房间 听到紧急的敲门声 小青吓得赶忙将纸条吞了下去 匆忙赶来的李牧看到贪坐在地的小青 只以为是小青受了欺负 二话不说对着客人就是一顿胖揍 小青也因此逃过一劫 可即使如此李牧还是没有放下心来 为了试探小青 他放小青独自去便利店买冰淇淋 好算小青机灵并没有借机逃走 这让李牧打消了顾虑 或许是良心发现 刚晚他带着小青回了自己房间 让他在自己房间过了眼 次日刚回到地下室 小青就被黄头发女人为难起来 你昨晚是不是睡上了了 啊你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 你为什么要说一遍 被囚禁已久的女人 早已患上了斯德哥耳魔症 对李牧产生了感情 小青的行为让女人产生了危机感 直接对他动起手来 折返回来的李牧十分生气 拿着麻袋扔在了女人脚边 让他自己钻进去 女人吓得浑身颤抖不住求饶 可男人丝毫没有心软 而是拽住女人头发 硬生生的将女人塞进了麻袋 女人的哀号遍布了整个地下室 可男人丝毫不为所动 他将女人拖进密室 换下裤子戴上围裙换上雨靴 拿着铁帮神色冷漠的一棒棒挥向女人 随着哀号声渐渐变弱 女人也没了动静 就这样被活活地打死了 这番场景吓得小青浑身颤抖 内心的恐惧再一次被无限放大 回想起几个月前 她还是一个为生活打拼的普通人 还照顾着痴呆的父亲 可这一切全部毁在了那次该死的相亲 好在那天她求助的客人在按摩时 竟无意地说起了小青向她求救的经过 她本时随口一说 却不料她的话刚好被同屋的哥哥 全部听进了耳中 抬头一看名片上的电话 不正是自己的吗 知道这就是自己苦寻无果的小青 于是哥哥按照男人提供的线索 对小青的下落进行了全面搜查 但茫茫然还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 她只能一边打听一边寻找 而就在他们认真搜寻的时候 好巧不巧正好碰到了 出门买东西的李牧 而他们问路的人刚好就是李牧 当她得知男人是在找小青 便洋装镇定地给他们指出了相反的路 等众人走后李牧慌忙地跑回家中 此时的她像急了热锅上的蚂蚁 赶忙思考起对策 等她渐渐冷静下来 刚才温柔的几人也找到了李牧家里 原来李牧异常的行为 早就引起了哥哥的怀疑 可当所有人都以为李牧这次必死无疑时 李牧却毫不慌张地吃起香蕉 随后拿起手边的斧子 和众人厮杀在一起 不久后房间就没了动静 李牧借着对房间的熟悉 成功地干掉了所有人 而此时的小青正等着李牧带她去挣钱 却迟迟没有看到李牧的身影 她顺着铁门望去 只看到鼓鼓流下的鲜血 这一幕吓坏了小青 小青清楚地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等待自己的也只会是这种下场 解决完一切 李牧继续带着小青出门赚钱 走向房间的路上 小青突然停了下来 此时的她纠结着是不是要拼一把 毕竟自己早晚都要死在男人的手里 不如趁机逃跑算了 她扔掉了身上的窃听器 转头从后门逃了出去 意识到不对的李牧 用最快的速度冲进了酒店 正打算上电梯的李牧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转头出了酒店凭着感觉寻找起来 此时一家台球厅引起了她的注意 当她走进去看到前台闪躲的眼神 她就知道小青一定来过这里 她顺手抄起桌面上的台球 就威胁起前台 人在哪 前台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只敢扫了一眼后门 李牧得到暗示放下台球走了出去 回头因侧侧的看了前台一眼 也是这一眼 吓得前台直接视近了 狡猾的李牧出去后还站在墙边等了许久 确定小青真的不在后 才走下了楼梯向着下一个地方出发寻找 而柜子里的小青确定李牧真的走远后 才赶忙从柜子里出来 颤抖着手打通了报警电话 向警方说明了情况后 他就回到了家 可当他打开灯却傻了眼 附近浑身是血的躺在血泊中 李牧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家里 就这样小青再次被绑了回去 这次李牧再次换上了屠服套装 将小青解决后拖着湿漉漉的马带 打算处理掉 可刚拖到角落放好 转头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警察 最终小梦和另一个女孩被解救了出来 而一直拼命想要逃离的小青 却用生命给他们换来了自由 这部电影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原性就是曾震惊全国的洛阳求卢案 几名女孩长期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中 在高强度的折磨下 她们的心理早已变得扭矩 久而久之在斯德克尔摩综合症的作用下 几名女孩不仅没有丝毫仇恨 反而争风吃醋 或许有很多人对几个女孩的行为 感到深深的不解 想不通为什么女孩不恨囚禁他们的男人 反而心甘情愿地与她同流合污 事实上这是人类的自我防护心理 受害者为了生存 获得不产生的心灵有据 在心理学中 这位称为斯德克尔摩综合症 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 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依赖 然后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